职棒统一师今天在墾丁开训 迎接新进人员的跳水仪式 而小小郭郭宏志也不例外 今天是特别变装跳下游泳池 那么他跳水的英姿跟头球的英姿有得拼吗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黄佩如 好主播职棒统一师对今天几三天呢 在墾丁开训 在我迎接新进人员场面是非常热闹 画面中看到的就是郭宏志 他穿着超人的装扮的是跳下水 而为什么要跳水呢 因为其实这个跳水呢 是统一师开训的经典传统 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 OK看到郭宏志 哎呦跳水之后呢 其实呢岸边的有帮他装上一个这个浮板 但是呢郭宏志因为身材比较壮硕的关系 想要爬上这个浮板呢 好像有一点点的困难 他既然目前是跪着 想要制度呢站起来呢 但是好像呢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而其实呢今天的下水仪式呢 一共呢是有12名球员参加 当然呢赴美14年有6年大力武器呢 小小郭宏志也不例外 而整个现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郭宏志到底能不能顺利站上滑板呢 也让队友们好期待哦 以上是这样 情况再把镜头交还给彭雷主播哦 好 谢谢佩如带来郭宏志 变身超人跳水的画面